他那種叫和人手 啊 本來是女手 我女手是女手 因為我這個和人手是女手 她只不過是她生了一生 但是當你初初練單手的時間 最好不要練多人 是她有機會 但是如果要我站起來 就讓她動到 我們站起來 你可以見 所以我看到她在選領嗎 她是沒有手力的 她是我站非常強 因為她隊的隊伍 但是她的外置 都在選領 所以很多人做到超過的力量 所以超重要的 是無onge做多的力量 做一個做法 然後第一步會把我握手 我用手指的方式 不是握手指的 只用手指 你動手指的方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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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他打我時間 我把手指的方式 你將我滑過去 但是呢 我最初想將手滑過去 它可以回到他 但是呢 當你站起來 在那時候 你會變得更好 這個可以 再買個 所以呢 你自己是做夠的 所以你不需要 你先做好 你做答應 你做得更好 所以你不要把身體 推到自己的方式 你只能夠平均 你平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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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來把肘疊不動 把肘疊不動 但如果用來把肘疊不動 如果用來把肘疊不動 所以用來把肘疊不動 每一步都做清楚 当我做这些手时,一定要顶顶到这些手 因为我做鸭不是一只手,而是两只手 但是我和你暂时不熟,你做一只手而已 所以做这些手时,这些手一定要顶顶到 很重要的,就是因为你比较紧的 所以当你冠冕,你不会用一只手,所以你会用两只手 但是在这一次,你会用一只手 但是我用一只手,但在这次也是一只手 不仅确定是一只手,不仅硬执起来 所以你会用一只手表着手 而且你会用一只手 不要乱点手 很重要的,如果您会用一只手 一只手表着手 很重要的,要继续做一个手法 你会用一只手 好 好 好